TVB剧集《發正先鋒4》 早前公布七天跨平台總收時達40點 這日監製梅小青率領劇組人員 去安老院拍發口罩和防疫物資 回饋觀眾的支持 劇中演員包括黃浩賢、李思華、陳偉、譚俊憐 凱俊傑都有出席 雖然朱神麗和張希文這日都沒有理會 但他們都有份支持 因為劇集過了40點 大家一直都說要結帳 穿三點飾、穿三個泳褲或展示機 我覺得不如大家做一些可以幫助別人的事 很開心 一開始我一講在群組中 大家一呼百應 講到續集會不會成事 一班演員都說 最重要是小青姐優養好身體 我剛才也跟小青姐說笑 我就說 我們這些紀錄 如果有人破到的話 你就出來再拍吧 但是現在最重要是小青姐要身體健康 希望她先養身體 其他事就遲些再講 我們都堅持有些人想要是沒出席 好,好,好,來 好,來 你們好了 大家 感谢观看